范例5 高空弹跳是非常接近静止下落的极限运动 著名的澳门塔 总高度约为338公尺 执行高空弹跳的高度约233公尺 射重力加速度是10 不计任何阻力 当游客自高空平台由静止自由落下 往下掉落125公尺的瞬间 那试问 那它指的意思是说 这个掉落到125公尺的时候 绳子还没有绷紧 所以它在这整段期间 其实都是一个从静止落下的情况 那其实它就是一个从静止落下的情况 我们先推出一个公式 那这个公式的话是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只要是静止开始落下都可以用的 那假如说现在这个物体球它的初速度是0 那因为重力加速度G 我们习惯把它写成G 加速度是10 也就是每一秒速度会增加10 那第二秒速度就会变20 这个是从这里到这里花一秒 再来再花一秒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 我们之所以会学等加速运动 其实就是因为自由落体 它本身就是一个等加速运动 所以我们就写出我们三个公式 写出三个公式 然后它如果是下落一段距离 我们可以把这段距离叫做H 那它我们就可以把初速度为0 加速度为G带入 那就会变成V等于Gt 以及加速度为0 G A用G带入H 有台课使用H带入 就变成了H点二分之一Gt平方 那第三个也是初速度为0 加速度为G 位移为H 所以变成了V平方等于2GH 那最右边的这三个式子呢 就是从静止落下的一个式子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拿来用了 首先呢 这一题它的第一小题 它是问所耗费的时间 那它给的资讯是什么呢 是落下的距离 H其实是125公尺 然后初速度为0 加速度为10 那其实用第二个式子 你就可以求得它的时间 好 那这个左边是125 右边是二分之一乘以10 所以t平方 所以t就会等于5 5秒 这就是第一小题的答案 那第二小题呢 速率是多少呢 那直接用V等于Gt 我们已经知道时间了 所以 时间5秒 重力加速度 加速度为10 所以速度为50 好那还有这个50是相当于时速几公里呢 我们通常习惯的车子的时速 其实是可以换算成秒数几公尺 换算的方式是把公里换成公尺 小时换成秒 那其实就是36分之10 时速1公里相当于每秒36分之10公尺 或者反过来说 3.6 时速3.6公里 就相当于是每秒1公尺 所以 秒数50公尺 乘上3.6 就是时速几公里了 所以它掉到了125公尺 向下掉了125公尺的瞬间 如果不考虑空气阻力的话 它的速度可以到时速180公里 好这就是使用了这三个公式 其实我没有用到第三个 第三个其实也是可以 如果你要求末数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带第三个 这个H是125 所以是2乘于10乘于125 这个算起来是2500 那所以V一样也是50 也是可以的 好那总之呢 用这三个公式 你可以很方便的处理 从静止下落的问题 但是它的由来 其实是由我们前面 曾经推理过的 等加速度运动三公式 当从静止开始下落的时候 才可以变成右边这三个式子 好那边 我看到这个下落的时候 我可以变成右边